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号报道 俄罗斯一名消息人士证实 乌克兰境内的确存在军用生物实验室 这一情况令俄罗斯方面非常担忧 这名消息人士还表示 不仅是在乌克兰境内 格鲁基亚境内也部署了这种实验室 这些实验室究竟在研究什么 是否符合安全标准 又是否会给人类带来危害 这不由得引起其他国家的质疑和担忧 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近日在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采访时 对美方这一做法提出质疑 帕特鲁舍夫表示 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 美国控制下的生物实验室 奇怪且巧合的是 这些实验室多分布在俄罗斯与中国边境附近 并且生物实验室周边地区 曾经爆发过当地不常见的疾病 帕特鲁舍夫称 美国的说法是 这些实验室是用于和平目的的卫生防疫中心 但他们不知为何 却更像美方数十年来 一直在研究军事生物学的德特里克堡基地 帕特鲁舍夫认为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美国在各地的生物实验室里 开发生物武器 据不完全统计 美国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 遍布非洲 东欧 中亚 东亚 东南亚和中东等地区的多个国家 仅在乌克兰一国 美国就设立了16个生物实验室 去年5月 乌克兰卫生部也曾透露 美国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的8个实验室 保存了特别危险的传染病病毒 不仅在全球部署危险的生物实验室 美国境内也有不少这样的设施 他们的安全问题 同样引发当地民众的担忧 从数据看 2006年到2013年 美各地实验室 共向联邦监管机构 通报了1500多起 与病原体有关的事故 让人触目惊心 而在2019年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 对一个名叫 达格维武器实验场的 美军机密设施 进入了深入调查 发现这里 不仅在进行很多危险的实验 还发生过多起 令人胆寒的事故 达格维武器实验场 成立于1942年 位于美国犹他州首府 银湖城西南方向 大约140公里处 其初 这个实验场 主要用于测试化学喷雾器 火焰喷射器等武器装备 20世纪50年代起 达格维武器实验场 开始进行一些 更加危险的生物实验 例如 让跳蚤携带各种病毒 装在极数炸弹里投放等 而这些实验 产生了一系列意外事故 1968年 达格维武器实验场的飞机 将VX神经毒剂 释放进空气中 意外被风吹到了附近的农场 造成大约6000只羊 集体死亡 2011年 实验场因丢失了 一小瓶VX神经毒剂 而紧急封锁 2017年 美国陆军的一次内部调查发现 达格维武器实验场 存在生化毒剂处理和保存不当 等一系列问题 其中包括 库存的沙林毒气 出现1.5毫升短缺 而这一剂量的神经毒剂 能让人在数分钟内死亡 达格维武器实验场 发生的众多事故中 影响最为广泛的是 碳区乌龙事件 碳区杆菌可引发 碳区热等急性传染病 这种病毒通过皮肤 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传播 可被当作生物武器使用 美军实验室会定期 把碳区杆菌样本 寄给其他合作实验室 用于开发药物或疫苗 2004年至2015年间 该实验厂通过快递运营商 邮寄出86组碳区杆菌样本 其中至少17组碳区杆菌 仍存在活性 而这些问题碳区杆菌 曾被分发至全美50个州 即韩国 日本 英国等 9个其他国家 共194个实验室 美方坚称 误送事件不会影响公众安全 因为外送的碳区杆菌浓度低 且经过严格密封 2015年6月 朝鲜向联合国发去抗议信 谴责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试图在朝鲜半岛发动细菌战 要求安理会彻查这一事件 感谢观看